在四川卢州市纳西区有一种美食叫黄疤 当地人对它情有独钟 是寒冬时节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今天呢就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进 卢州市纳西区安复街道丙邻社区 感受黄疤的诺甜清香 黄疤是一种用红糖糯米和大米制作而成的美食 味道香甜口感软糯 在纳西拍黄疤作为新年的传统习俗 至今还保留在一些农村地区 卢州市纳西区安复街道丙邻社区的村民狗兴荣 一大早便忙活上了 狗兴荣已经制作了近五年的手工黄疤 其味道深受当地村民喜爱 据他介绍 糯米洗净后要浸泡三个小时才可以上锅蒸 等待糯米蒸熟的这会儿功夫就可以抹米浆了 只见狗兴荣将化好的红糖水加入洗净的大米中 原来这样做有它的诀窍 随着褐色的米浆从墨盘里缓缓一出 糯米饭也蒸熟了 空气中弥漫着糯米的清香 待糯米饭放凉 再将糯米饭放入壶中拌匀 静置半小时以上让米饭将水分吸干 就可以开始包黄疤了 将包好的黄疤放入蒸锅蒸屉 大火烧开改中火蒸三小时后 黄疤就可以出锅了 刚出锅的黄疤热气腾腾 凉浆液的清香在高温作用下也反噬进黄疤内 打开一个可以看到 黄疤色泽金黄 粒粒糯米香嵌其中 形似珍珠 玲珑透明 令人食欲大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